好的,我们这边等待比赛的开始 这张地图 怎么说呢 女巫,Wolf她也是一个绝活 但是我觉得如果拿一个红夫人保平真胜 更加好一点 因为队友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舒服的三跑 你拿一个平局 把局势大分先吃下来 然后等到波二的时候对面换屠夫 而且对面还差你一手女巫 其实会往后打会更加好打一点 来,这边出生点 Wolf这边能找到第一个人 看看是谁 佣兵 看了一眼算了 威猛壮男 不是很好抓 这边调师 调师 这里走位是想要去马戏团 马戏团那边两板卡放狗 这边是没记身上 我们看到这边调师很有经验 直接是就先把板子下掉 但女巫这边先放狗 放狗过来踩板子 这样调师没有机会用下板来断硬直 这里应该会找个机会放香水了 香水已经放下来 卡板子 好 这里一块板子卡掉 怎么走 持一刀 总体上来说 这样的一轮交换 双方应该是一个55开 不能说谁赚谁赢 但是这边如果倒在 倒在这里太快 会是一个地压室 调师一定要拉远 拉开这个位置 有祭司的存在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帮忙打个洞什么的 目前来看没有这个机会 那应该是要被包死了 两边包住 香水一放 洞是有了 洞是有了 但是这边一刀直接倒地 原生信徒没有出刀的是 寄生信徒打的 在寄生上 这个位置好像还是有机会 能挂进地压室 我们看看他这边怎么选择 挂地压室守不到电机 挂外面的话可以守一台 但是娃娃这边是已经提前拉掉 傭兵已经出现 这个位置能不能放狗来拦一下 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些卡顿 出现了一些卡顿 洞先打掉 防守 看见了 刚才我在看能不能先放个狗 我觉得刚才那个位置信徒放个狗 他这里的一波防守是单信徒防守 单信徒防守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打一个双导 单信徒防守是很难打双导的 这边如果吃一个单导的话 再信徒拉过来 寄身挂上 其实节奏就不是很好控了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机械师的阵容当中 你女巫打不了双导 控不了电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下一波来救的时候就死身一台电机了 就这里看上去四台电机挂上以后再没过多久 机械师来救人那波应该就只剩下一台电机了 机械师手上可能还有个搏命 通缉到了佣兵 佣兵这台电机在修 修了还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要过去干扰 过去干扰的话 那又是一个单信徒防守 单信徒防守机械师可以很舒服的来救人 我们看看怎么来分配 他这边的一个防守布置跟我们国内是不太一样的 国内更多的是双信徒防守 一前一后 这边打一刀救下来 帮忙 想扛刀 一刀 没打中再打 好 这里继续死宝 佣兵那边摸了一个箱子 然后继续回来修电机 外面三台电机已经够了 这里闪现一刀 再打 还在扛 这刀如果扛下来 还行 还行 打是打到了 这边开始乔摸 电机 这台修掉 还有两台 机械师得走 机械师得走 为什么呢 这边如果说电机修不好 机械师一定要走 要不然这机械师在被挂地压室 这边就翻盘了 现在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于 目前来看偏向于宝皮 然后看屠夫开门战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 因为现在没有信徒 那么屠夫现在 他的一个寄生还处于一个CD 找到一个人寄生 电机差不多已经压好了 点亮以后 应该要留也只能留一个了 应该要留也只能留一个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防守和电机 都没有能够取得一个滚雪球的局势 比如说你防守 对吧 我打一波双岛 来了我就打不双岛 来了我就打不双岛 那么 对吧 你防守又是滚起来 那女巫你防守又是滚不起来 你要进行一个对吧 一个单性毒防守 另外一个出去干扰的 那你知道得干扰到 他也没干扰到 这边一个寄生 这时候死抓 一定是死抓 千万不要犹豫 死抓这个祭司 闪现交了 把它拿了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就围捕 死抓就行了 但是这祭司手上三个洞 我感觉旁边就有地窖 这故事剧本不是那么好写的 一个洞 绕绕绕 洞先打掉 这里应该是能打到 能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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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师娃娃这边过来 还想压一压吗 娃娃的门是已经开掉了 然后走开 蹲下 看见了 挂起来 应该是个平局 这个平局 也行吧 求生者应该是平局起步 刚才那个局 没太多机会啊 挂上 可以 有没有什么想法 娃娃来了 哎 娃娃来了 神娃娃走一波 一刀 这你要是能救下来 那你这吧 就是top one啊 这就是对吧 未修改过的 就是没有调整过的机械师 这个娃娃你看 哎 正硕 还行 还行 不然一拉开一刀 拉开 这个救下来了 那就是三跑 对吧 那两个人一走 这个跳了个地窖 5秒钟插刀时间刚好 吓死个人 好的 那么双方在第一局 是一个5比3 帮的 我